过敏不要而育 不吝辞教 墨学与佛教的结缘是在大学时期 进入大学以后 由于放弃心爱的专业 而进了一个自己很抗拒的专业 墨学进入人生第一个特别迷茫的时期 对于本专业的学习完全没有兴趣 到处去听其他的歌词 也因此机缘巧合的 旁听了学校中文系的中国佛教文化 老师介绍了佛祖的生平及主要经历 并介绍了佛祖为了探证佛法 所做出的各种努力 这一切都给了墨学很大的震撼 随后的年月中 墨学始终对佛学 抱有深深的敬意和浓厚的兴趣 2007年 墨学有缘听到《金刚经》 觉得非常殊胜 偶有读诵都觉得深受启发 身心喜悦 那年的生日 先生送墨学一本他手抄的《金刚经》 墨学如获至宝 时时翻阅 2011年初 墨学怀孕 因为墨学母亲及外婆都是难产 而墨学自己从小体质不好 对怀孕和生子内心有很多担忧 在怀孕前尽力做了很多身体上的调理 在怀孕六个月产检的时候 值班医生说 避钞显示 胎儿有一处疑似不正常 墨学当时一下子就很紧张担忧 问他该如何处理 他很随意的说 这个就看家长自己了 有可能没什么问题 当然拿掉也可以 墨学当下 对于医生对生命如此不负责任的言语 说震惊 随即预约了一个月以后的专家门诊 先生也劝说 就各种真相来看 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但墨学自己独处时 仍觉得心中难以平静 于是墨学拿出金刚经 每天读诵一遍 让自己内心平静 远离恐惧 一个月以后 专家门诊查出并没有什么问题 直至孩子出生 墨学都坚持每日读诵一遍金刚经 整个生产过程也都很顺利 孩子出生以后 工作和家事杂物繁多 金刚经的读诵也不再是每天都坚持 由于各方面的透支体质下降 各种过敏症甚至哮喘皆闯而来 常常夜不能寐 深夜之中反思 深觉自身修行不精进 时常怠惰 此时 先生开始钻研净土法门 时常推荐给墨学看守月亮群主的博客 和印光大师等大师的开示 使墨学更加明了各种因果 决定要每天精进修行 因此与先生约定 一同迟到 求生极乐 在迟到的初期 墨学常常白天 不记得念 到了晚上才补 感觉时间很不够用 手忙脚乱 渐渐的 向群里的其他精进的师兄学习 掌握了一些方法 同时 也时常提醒自己 利用空余时间持久 慢慢可以跟得上 并且不影响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自从每天持久108遍以后 墨学的身体 渐渐恢复 各种过敏症 不可思议的 不要而喻 哮喘也几乎没有再发作 之前墨学的母亲身体不好 自从每天持久后 时常回向给父母 母亲的身体有了很大的改善 现在每天都定目标 见不走 偶有小感冒也能自愈 这在之前难以想象 墨学本来是一个非常傲慢的人 也因此很容易内心产生抱怨 生起嗔恨 自从持久之后 深深感到自己的傲慢 嗔恨之心日间 能更平和地看待生活中的 琐事和各种得失 在处理工作家庭的事情的时候 能更全面 更平和地看待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更积极主动地在日常生活中 敦伦敬奋 做好自己的事 墨学曾与家人两次朝拜普陀山 每次走入普祭祀 内心都非常宁静 充满喜悦 感恩有精进群 这样好的机缘 学习到净土法门 走在普陀山 常想起诗句 牺牲尽是广常时 山寺无非清净身 只要我们安心修行 赤诚精进 佛菩萨对众生的启迪和护卫 无处不在 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 那么阿弥陀佛 那么大悲观世音菩萨 那么大师智菩萨 那么十方三世 一切佛菩萨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